玩完汉球活动之后 来 内地形犀就是跟地球像 好 跟地球有双坡 但是呢 来 我们还有个月球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有在地球上有发现生命 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个是水星跟月球 基本上没有大气没有水 所以基本上要办法生物生存 我跟这边讲过了 地球上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非常酸 非常碱 非常热 非常冷 压力非常大 你觉得不会有生命活得下去的地方 我们都发现了生命的踪迹 共同这都是有地带水 所以水很重要 没有水就不用讲 所以呢 没有水 没有空气 没有生物 金星 有浓密的大气 几乎都是二氧化碳 有强烈的温室效益 表面温度四五百度 每天都可以融化掉 这地方比较适合当地狱 那火药现在没有办法 全部都烤焦烤熟烤烂掉了 然后蒸发光了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在无法事后生物生存 在金星里没希望 还有一个我们的希望叫做 火星 火星 它的比较小颗 但是它的自转周期跟地球差不多 差不多地天 南北只有白白的东西 会变大会变小 表示有四季变化 它跟地球也一样有四季变化 很好 红红的很可爱 非常好 然后它有一些历史的错误 当时的望远镜解析度也不高 它们有一些表面的条文 这些条文从欧陆翻译到美国 把它翻译成运河 运河就好笑 因为它是有小绿人开着运河 人工作的 所以呢 大家对它抱有点希望说 诶 这里有火星 会不会有个小绿人 上面有火星人 白白也不行 它几乎没有大气 它几乎没有大气 然后表面有很多风暴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水 这水的问题在讨厌 美国人去了几次啊 第一次去说没有水 第二次去说好像有水 第二次去说好像有水 第二次去说又没有水 现在美国人为了要能够登陆火星 所以呢 派了很多汤船飞过去 有在地上上处乱爬的 还有在河河边到处去探测的 现在觉得说它是表面以前有水 但是现在表面已经没有水了 有水在地底下才有可能有一点 OK 所以这地方也不太适合生物生存 没有大 几乎没有大气 是不是 也没有什么水分 然后呢 刚才不是说白白的 白白的要变大变小吗 对不对 白白的 白的大都是干冰 大部分有点水大都是干冰 所以也没有什么希望 OK 所以 火星一点没救了 所以看起来就通通不适合 只有地球 适合给生物生存 好 这里有个表 这个表呢 不用背 但是可以考很多题目 可以问很多问题 比如说 问 请问 请问你 金星为什么那么热啊 因为它表面有浓烂 90ATM 一手90倍 浓密的大气 而且金星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有强烈的温室效应 所以很热 他问你啊 请问你 为什么火星温差很大啊 前面讲过嘛 只要没有水没有空气温差都会很大 对不对 火星几乎只有0.01啊 几乎没有大气啊 所以温差就很大 他问你啊 他说下月叙述何者正确啊 他说 火星跟金星等大气的成分 都是几乎是二氧化碳 所以都有强烈的温室效应 对不对啊 错 这个错 火星没有 火星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的比例很高 就是量怎么样 很少啊 吸不了什么对不对啊 所以 没有 没有 好 那再来问一个问题啊 啊请问你 火星表面上的紫外线 比地球强还比地球弱啊 强 强 为什么强 他没臭氧啊 他没有氧气啊 没有氧气就没有臭氧啊 没有氧气就没有帮他吸收紫外线啊 没有人帮他過氧气就没有塞burst 就没有 Heil depending 所以没有帮他什么生物 orth处 所以这 ovat 所以说素质是不用背 但是你要了解一些观念 我们考试可以问一些问题 OK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好 好 虽然呢我们没有发现生物 但是呢我们还是抱持了一些希望 看看宇宙当中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 有生物可以生存 所以我们想探测一下 不过目前为止 基本上只在太阳系内 出不去了 当然我们这一集也是发现生命 其实我们比较想发现的是 像我们一样这么聪明标准的 有智慧的生命 除外新人发现一个草鲁虫 可能用数不太大 不过这样讲也不太对 因为如果你连草鲁虫都没有的话 就可能有更高的生物 所以呢 草鲁虫应该是有希望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探测 是有一个登陆月球 登陆月球 所以前两年 前几年 有一个登陆月球40周年纪念 登陆月球 然后呢美国的火星看一看 然后之前看过什么海盗一号二号 那现在有一个1997年 这个火这个 探测在当年非常轰动 因为那是美国人停止探测火星之后 很多年以后 重新开始探测火星 所以这个火当时很 很那个 轰动 然后还有一个六轮 到时候看到这个六轮小车 然后去火星看一看啊 陆月球 后来看了很多 因为美国人想要登陆火星 所以就掀害了很多他们过去 好 天空飞着地上爬着台阶过去 探测一下火星的状况 但是不会登陆火星做准备 好 但在1997年就有这个 好 Exponder 太空船 打开 拍出去 照片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呢 不太看 哇 好光源哦 就没事了 各位大家会看这些石头的样子 分析 这边有没有当初有流水经过沉溪的痕迹 或者受过什么样的作用 会造成这样的景观 就表示以前火星上发生过什么事情 要研究这些状况 这些石头 这些状况 对吧 那边还六轮小车 六轮小车 很小 然后呢就是在火星上爬 然后收集资料 探测挖一挖 那美国也很无聊 然后出去来帮那些石头取名字 那个名字叫做Yuki 如果我没有记错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Yuki应该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卡工艺 变成一只熊 王石公民的熊 会跟游客玩 然后就说 请Yuki挖一挖粉回来 或是乱挖 六轮小车 这个小车呢 走得很慢 走得很稳 因为他如果翻车了 因为把他翻起来 把他翻起来 然后走到翻车了 然后过去 那这个是第一代的六轮小车 还有第二代 然后这个是最近的这个 对 对 这一份哪支 日跑起 前十月后就要前一段新闻 美国八十号其他道 铁上三十坛 差太多了 大小是差很多 等一下就去火星上去爬 所以他最好是在那边爬 去收集资料 收集 看看 去看看 然后欣赏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 然后呢 为了美国人 未来要登陆佛青座 准备 就是美国人在做了一些探测工作 OK 接下来 有一个Pioneer 先锋十号 这是他最早已经飞离开 飞离开了太阳系了 他当年根据卡闪道的建议 里面放了一个镀金的翅膀 希望飞到外太空 飞到以外面以后 被聪明有智慧的人 在东宫走到引起到之后 可以知道 这个太空船从哪里来的 如果有办法的话 请跟我们联络一下 这个是吧 外面后面这个形状 就是太空船的形状 前面站两个人 叫做比利时 告诉你 就从这样的生物 发射过来的 大小大概这么大只 大概这么大只 那这后就从哪来的 从太阳那边过来的 太阳怎么找 这上面这些 看起来发射的就是 就是当时的星发现波煞星 用起了波煞星 二金位定位它的波长 然后就它波长 就定位到太阳的位置 然后下面属 从太阳底下属的第三颗行星 发射过来 进入波煞星的轨道甩出来的 这个波煞星的轨道甩出来的 这个轨道甩出来的 上面这个 上面就是叫轻原子模型 因为轻原子是宇宙最简单 而且海量最多的元素 然后轻原子模型 记录 让它去能够知道二金位的意思 这样子的话 叫杜金士吧 然后让它希望它发射出去 让聪明有识会的人 舔道 然后它就可以 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同学的反应是 我都看不懂 别想看得懂 好 加上它看得懂 好 这是第一代 后来呢 海外加一号二号就进步了 改放光碟 放光碟片 光碟播放器 那里面呢 有图片有声音 有 图片有声音 然后呢 还有五十五个的问候语 然后呢去 让他们说出来这些状况 好 那我挑了一张 我挑了一张 具有世界和平意味的图片 不晓得我们的千云大超是学安 那这个是光碟 好的 好 好 小朋友圆着地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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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具有世界和平意味的图片 我挑了这一张 我们具有大号 具有的什么 四个小朋友圆着地球 我们都要一起去 好 然后呢 还有五十五个问候语 我挑了几个 挑了几个我听得懂 第一个叫做英文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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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下一個呢 下一個在台灣的網頁上 網子一臉上貼金說他講的叫做台語 NASAO的網頁上說他講的是廈門話 其實他所謂的廈門話就是所謂的米南語 台語其實是米南語 其實台灣人被這個人統治過 是有一些奇怪的 從日本過來的 那個 韓國語啊 但是基本上台語就是米南語 所以就廈門話米南語 來 聽一下 泰公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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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吃飽了嗎 你吃飽了沒有 泰公朋友 我一定會問他誰 有空嗎 我們這裡做做 好來 好來 這個要講 好可怕 其實還有一個大陸的方言 還有一個大陸的方言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 聽不懂 就放棄 什麼日文 德文就 就算了 因為我要敲 我就在公廠 所以就把他放棄 就把他放棄 我只敲了我 我只敲我 我只敲我 其他的就把他放掉 蛤 國語再聽一次 國語再聽一次喔 再聽一次喔 好 好 好 OK 好 就這樣子 先這樣 OK 好